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剛才給你講那個水的異常現象 水不是熱脹冷縮的 第一件事情 冰塊 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所以冰的密度比水小 所以冰會浮在上面 冰會浮在水上面 冰塊本身是熱脹冷縮的 所以越熱冰 體積會怎樣 越大 可能等到大到它化成水的時候 體積會怎樣 收縮 所以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水冰的密度比水小 水冰會浮在水上面 再來就是剛剛跟你說的 水的異常 水在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水旁邊有一個圖 我這個圖 重坐標是體積 橫坐標是溫度 所以它是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 學測考過這個 一次考的是體積的圖 一次考的是密度的圖 密度就要翻過來 四度吸的時候密度會最大 由這裡就衍生出一個考試問題 也是學測考過的問題 問 冬天或夏天 表面的湖水跟湖底的湖水 誰的溫度高 沒有那麼複雜 你就記住 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所以沉在最下面 所以湖底幾度 湖底四度 夏天表面溫度十幾度 二十度 所以表面溫度比較高 湖底溫度比較低 到了冬天準備要結冰的時候 快要結冰的時候 表面只有幾度 零度一度 零度啊 一度啊 底下幾度 四度 所以底下溫度比較高 你就知道了 你就只要記得 最下面幾度 最下面是四度 因為它密度最大 你就可以判斷 表面溫度高還是湖底溫度高 你就會了 就會了 就是考試會有考的題目 你就記住這件事 所以湖水從表面先結冰 通常喔 別人在告訴你 它從表面結冰的時候 都只告訴你一個現象 一個原因 因為呢 四度吸的時候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不是 是兩個原因加強 還有一個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密度會變小 我們假設水結冰的時候是冷卻是收縮的 會沉下去的話 那上面一變零度 一結冰就要沉下去 一結冰就要沉下去 那從哪邊開始結冰? 還是從浮底開始結冰 就不是浮面 所以呢 會從浮面結冰是兩個因素加強 一個叫做 適度吸食 體積最小 密度最大 所以上面可以比較冷 下面可以比較溫暴 再加上水結冰的時候體積會膨脹 體積會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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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造成的 OK嗎 OK 再加上水結冰 再加上水結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